哈喽 处女座的朋友们 海底刀 这个是要给你们的 这个2022年1月到3月的 既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上升精心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日期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训练你的直觉 或者是跟随宇宙的这个推播 看一下呢 这个YouTube最近经常推荐哪个星座给你们 我相信呢 里面呢 应该也是会有你适合的讯息 能够提供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好吧 那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们来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可以订一个订阅 或者是给我按一个喜欢 或者是呢 你愿意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我都会非常的感谢你们 好吗 那今天呢 一样呢 在开场的同时 我们会有这个平台的消息 那我们这一次 会把12星座的开场讯息 沿到后面的影片的最后 来进行一个传讯的动作 提供给大家这一季 做一个小小的讯息的参考 好吗 那如果你是要询问 有关于个人咨询 或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 也欢迎你们来追踪我的IG 这一季的能量排卡解读 好嘞 身为这个海比劳 这一次呢 你们是我这个 技能量排卡解读的压轴 那个压轴呢 通常都是巨星 OK 好我们来看看吧 OK 好他们说叫我再切一下牌 等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就准备来进行了 OK 第一张就抽到你自己 好 如果你是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请注意啦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我在讲解这个 这些能量排卡的时候呢 这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 感受形容词 都请你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或者是做一个套用 好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名移 叙述到每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去阐述 或举例说明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细节 OK 哎呦 真厉害 这个排卡翻过来 实在是有让我觉得 嗯 蛮厉害的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进行了 海底老的朋友 因为我来要准备跟我走了 你们看到你们的主轴 是你们自己 也就是影视排卡 OK 好那我先稍微告诉你一下 这一次的 这次技能量排卡解读 这个排阵 这张呢 就是你的主轴 这六张排卡是分别 在这一季当中 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件 那底牌呢 就是这一季的 可能一个结论或结果 或者是借由这些事件 发生之后 可能会给你的一些建议 好吧 好 OK 这一季呢 我个人觉得 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们呢 有可能是在某件 相关状况人事物上面 进行一个研究 或琢磨 或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OK 这就是这个影视排卡 给我的一个 能量场上面的感觉 因为这张排卡 其实原本就是 处女座的排卡 OK 那这张排卡 就是有点像说 你是一个很低调的 这个智者 正在寻找一个解决方法 跟希望 也就是手上的 这一盏明灯 上面有一个星星 然后你手上拿着 这个权杖 意思就是说呢 你正在想方设法 长途拔涉 心动他人之下 去想到 可能这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对了 反正呢 我觉得你可能 就是在计划一些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可能需要一些 实质的解决方案 那还有 有可能你是在 这个我要怎么 给你形容这个能量呢 还有有可能就是 你在做一个 内在的整合 OK 这个整合 是可以生成到 你的内在的 灵性上面的整合之外呢 也会可能 比如说假设 你有很多不同的 事业版图 那你也会 做一个整合 你想要去找到一个 新的方式吧 我觉得新的方式 或新的模式 去经营他 类似像这样 你不要灵活去套用 你们的状况 但是这个能量场上面 呈现 我就是用这些举例 来做一个说明 OK 那你经历的这些事件呢 他们叫我先不要 去做一个解释 他们叫我直接 跳来这个结果这边 OK 你的结果呢 分别是一个 钱币女王 还有一个国王牌 OK 这两张牌卡呢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一对power couple 意思就是说 他们就是一对情侣 那虽然正常来说 这个皇帝牌 应该要配那个皇后牌 那这个钱币女王呢 应该要配这个 钱币国王 但他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觉得在 这一季的过程当中 你在交手的一个人 非常有可能是一个 位高权重的 一个男性的 象征 那他可能可以是女生 但他阳性的那样很重 比如说他很man 或他很有power 这个都可以作为 一个阳性的那样象征 或他本人 本身就是一个男生 OK 所以这个国王 是坐拥于 所有的人之上 就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就是这个皇后 因为皇后 多多少少 可能还是要有点依附 在这个国王的命令之下 这是我们对于这种 国王版图的 这个叙述给你听 OK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这个结果是 这个国王坐在这边 他有点掰咖 他有点跛脚 我先给你看一下 他的脚 有一只脚是弯的 没有伸直的 OK 那这个前臂女王 是手上抱着一个前臂 对吧 那这边有只小兔兔 在他的脚边 OK 这张牌卡 这两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你 不会像是在 像以前以前 传统的那种 帝国文化一样 皇后 虽然是 一国之母 但是他可能 还是多多少少 要听命于 皇上之下 我觉得你现在的 这个气势 跟这个气场 有一点像是 我手上 有一个钱币 我有一个条件 跟你这个国王 去平起平坐 例如说 假设好了 我随便乱讲 比如说像这个国王 他掰咖了 对不对 那他就没办法去 打仗了 他没办法去出征了 对不对 那这个女王呢 他手上呢 就有这个钱币 比如说是实质的 作战计划 或者是实质的 什么解决方案 或者是我很有钱 我很有资金 或我很有能力 都可以象征这个钱币 你们可以自行去套用 而且重点是呢 他在旁边这个兔兔呢 兔兔兔 象征的是一个机会 OK 就是你不仅掌握 这个能力也好 这个实质的权力也好 或计划也好 你还掌握这个机会 OK 因为呢 这个兔兔呢 是很缤纷 会跳来跳去的 你知道吗 脚兔有三窟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兔子 是你逮到了一个机会 你手上有这个能力 或有这个权力好了 可以来跟这个国王 去谈一个 平起平坐的状态 刚好就是一个契机 因为这个国王 他掰咖了 他的脚拐到了 OK 所以他坐在这边 他不能出征 刚好给你逮到一个机会 你可以跟他有平起平坐的 这个能量场上面存在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在寻找的这个东西 非常有可能 你要去思考 如果假设你在 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或者是在这一季 你可能想要去做一个整合 或一个 用一个新的模式 去经营的这些 商业版图好了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想 或你的人生版图 我们不要讲那个复杂 OK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把握机会 还有要培养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实力 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端出去 告诉别人说 我打算接下来怎么样经营我的事业 我打算要怎么样去计划 我人生下一个阶段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就可以成为 统治这个国王的 这个领导者 OK OK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他们说叫我来解释这个 你会发生的这个经过 OK 但是我觉得结果会很好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叫我 先从这边开始跟你解释 这边是一个前逼二 代表这两个人 这个人正在 怎么讲 去思考 我要选择哪一个 我正在考量 但是你不要忘了 最后你是一个前逼女王 所以最后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他们叫我先插播这一小段 OK 那我们再从这边开始走 OK 那这边呢 是一个权杖国王 OK 那权杖国王 接下来是一个权杖骑士 然后最后是一个圣杯酒 OK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三张牌卡 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在过去的状态当中 你已经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底气是什么了 只是你要不要去攻打这个城墙 因为其实你去想 这个国王呢 脸很臭的 对吧 OK 他其实可以派兵出征 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的 但是他坐在这边 其实是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还蛮OK的 没什么事干嘛挑起这个战争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是说 我觉得你在这一季的过程当中 你其实可以知道说 我当然知道 我可以这么做 可以让我的人生版图 经营版图变得更好 或者是我可以找到一个 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你有点像是在这边停看厅 OK 停看厅不是代表说 你不会往前走 而是你正在琢磨 或者是你在计划 或你在思考 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 所谓你在寻找的这个可能 我觉得吧 最佳的办法好了 或者是比如说 更适合的方法好了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 类似像这样子 OK 那走到这边之后是 我觉得你因为在思考这些东西 你要找到这个方法 找到新的希望 或新的模式 或者是找到你自己 内在整合的这个契机好了 都OK 你们自己去套路 最后你会离开这个旧有的篇章 你会选择离开的 这就是这个宝剑6在这边 但你离开呢 不是盲目的离开 你的离开是让 这边有六支宝剑 领在前头 带着你的理智 去朝向你想要的这个圣杯石 OK 这个圣杯石呢 其实很有趣的 你在这边抽到圣杯酒 那他要走到圣杯石 这个圣杯酒 象征的是单身 圣杯石象征的是一对情侣 那到最后你注意看 你这边是不是 也是一对情侣的牌卡 所以呢 我感觉 你这边如果有牵涉到 另外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是在 跟这个人去协商或协议 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你才会愿意放弃单身 走向 你去想 我要放弃单身 代表我要离开 我单身的生活 所以我才能够走到 这个圣杯石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家庭 是不是这样说 我们才会和乐融融 是这样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会去选择 我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成立一个家庭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所以你得要把你的实力 能力都拿出来 跟这个国王去共结连地 所以你的牌卡其实是很顺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其实从这边走过来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是在跟一个人际关系 有关系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解决的契机 所以接下来这几个月 你可能要把握机会 因为这个兔子 象征的就是一个契机 好 那如果假设 你觉得说 我现在正在人生进行一个重整 比如说我人生版图的重整 精灵版图的重整 或者是我在找看看 我人生 是不是要朝向哪一个更好的 或更更新的这种希望或模式去成长或改变 那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段 好吗 还得捞了朋友们 原因是因为呢 你去看喔 其实你在过往的经验当中 你已经稍微有点成绩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点成绩 你自己有看到 但这个成绩不是说 一定要具体的量化 不是说什么 哎呦 我要年收入五十万 或者是我要买得起三栋房子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成绩是在于 你很清楚知道你做了什么 所以你今天才可以登基成为这个权杖国王 你会觉得说 我可以掌握我的 比如说 生命的主控权好了 我可以自己自主 就像这个圣杯酒一样 我可以过得不错啊 然后也可以买一个房子啊 也可以跟朋友出去旅行啊 也可以买我想要买的东西 类似像这样 所以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其实知道说 我各方面都很OK 但我其实也可以出征 再去做一个更好的成绩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两个月 到三个月左右 你可能一直都还在想 我虽然现在是有点成绩啦 但是我想要好还要更好 所以呢 我想要有智慧的去思考 我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让我所打下来的这些地基 能够更加的稳固也好 或者是更加的长远 好吗 所以我觉得你在思考一个 长远的发展 或者是能够引导到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接着你就会离开 旧有的模式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一直觉得说 自己买房子也可以啊 去旅行也可以啊 吃什么要什么都OK啊 但是后来你觉得说 我觉得我现在目标是 我想在明年买三栋房子 我先随便举例 大概是这样 你就得离开你旧有的 比如说消费习惯 或者是旧有的这个投资方法 你可能要重新去重整 你的这个投资组合 类似像这样子OK 因为这样子 你才可以达到 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梦想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后年要买三栋房子 你就是可能想要达到 这个顺非十 因为你想从九走到十 代表你要能够 呃怎么讲 呃更登上更高的一个阶层 啊 类似像这样 所以呢 你就必须在这边 有这个钱必要 要想方设法 到底这个好 还是那个好 这个组合好 还是这个组合好 买那边好 还是买这边好 好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在做一个重整 整合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来的 OK 好 那我觉得呢 其实 最终呢 你走到这边 来了这个钱必女王 我觉得就是 你在这边选好了 哦 好 那就是这个投资组合 我要买在什么地段 用这个投资组合 我觉得我后年 就可以顺利的把它拿下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就可以拥有这片领土 也就是这个国王的象征 你就拥有这个家 你要投资的这个案子 类似像这样子 OK 所以呢 我觉得你 你这三个月的主轴 有一点像是 在做一个 把这个 那叫什么 最佳化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把你的这些 身边这些东西啊 可能把它最佳化 或再让它有品质的提升之外 也有可能是你在跟别人交手的过程当中 你要如何去找到一个双赢或者是我们彼此都可以达到共识的状态 因为你不要忘了你要把握这个国王是掰咖的状态 然后拿出你的能耐跟把握这个契机去像这个智者一样找到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方法去解决它 OK 所以你的牌卡其实是蛮简单的 我觉得你就是在提升 OK 那提升提升再提升 其实是蛮符合这个处女座的这个个性的 好不好 来 那我们再来看看 看看宇宙验证牌卡 为什么要讯息给我们处女座的朋友呢 好吗 好嘞 你看你抽到牌卡都是很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 第一 首先你抽到的是太阳牌卡 太阳牌卡就是所有牌卡里面象征最好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那这张牌卡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寓意是旧的篇章要结束了 你要朝向一个新的篇章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太阳下面呢 你只一看哦 它是1234567890 是有数字的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个太阳即将要照耀这个黑暗了 所以这一个旧的篇章 他要离去了 那这边呢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来这里 这张牌卡也是非常非常好 这是一号牌卡 这是一个人呢 骑在这个旋转木马上面 然后下面是踏着彩虹的 你去想嘛 这个就有点像是 仙人踏着这个七彩云 我真的叫什么 我忘记了 那个形容词叫什么 七彩云雾 对吧 所以呢 其实一切是很顺利 它会进入到一个更新的篇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哦 这两张牌卡呢 三加 这个是31 31 3加1等于4 就是代表会有一个巩固的未来 其实也是象征 你想要达到的这个所谓 我不知道你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圣杯石 这样子 OK 那这个就会引导你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也就是这个一号牌卡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会走向一个 蛮好蛮不错的一个新的篇章 之外呢 在这边呢 他们叫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 在今年你会学会非常充容优雅的 去处理这些事情 OK 所以这张牌卡是 就是想要跟你表达 其实 有点像是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应该不太容易难得到你 而且他们叫我跟你讲 你如果越轻松一点点 越优雅自在一点点 其实这些事情 你不慌不忙 你反而会处理的更好 原因是因为这边呢 有一张这个 不是太极熊 北极熊 太极熊 这个是一张北极熊 OK 那你注意看 北极熊呢 可是在北极称王的一个动物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可以打得到他的 那什么动物呢 来到他身边 可能都会被他吃光光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你是在这边 统治你的王国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说 你们某部分的人 好像是在统整你的人生 或整合你的经营版图 或者是整合你的投资模式 都有可能 OK 因为最后 你想要来到的是这个殿堂 OK 这个殿堂你看就是非常漂亮 象征和平 又有池塘 然后又有很漂亮的这个玻璃宫殿 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说呢 其实这个神圣的殿堂就在前方等着你 最重要是你要能够好好的去找到 这个所谓隐世牌卡的这个关键 也就是新的希望 新的方向 或者是找到一个实质能够解决的方法 OK 那我觉得你是有智慧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无庸置疑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抽一张补充牌卡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补充讯息 好不好 OK 好 来 这张牌卡呢 你知道吗 刚刚这个宫殿就是让我感觉有一种 身份上面的转变或提升 所以你出现了这个Herofin 也就是这张牌卡 我觉得就是 我刚刚讲的 你会有所提升的 所以这就没什么好说 这是重复验证的这张牌卡 要告诉你 你呢 要能够像这只猫头一样 猫头鹰一样 你看哦 他手上是哪一个本本的 然后这个女生呢 很像在听他说书 对不对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呢 这两张牌卡都是象征智责 OK 那重点是你注意看哦 你刚刚还有抽到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女孩 你要能够有智慧 充容优雅 不及不虚的 去找到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者是重新 用你的智慧 能够重新去组合 你人生想要的这些更新的 或提升的这些方向 OK 好吗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卡 来看看 你的守护天使有什么样的讯息 要告诉你 好吗 来 最后一张 OK OK 我来瞧瞧 好的 来 OK 这张牌卡呢 不好意思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他们叫我细看一些细节 OK OK 这张牌卡很有趣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近看 但我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 什么要特别指给你们看的 但这张牌卡 我觉得当我拿近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中间有一种 呃 我怎么形容这个能量呢 这 这中间有一种就是 嗯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你好像跟这个 呃 等我一下 我想一下 要怎么形容 我怕我很形容不对 然后你也听不懂 这样子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 我先给你们近看一下 这张牌卡让我有一种 你 也是你 也不是你浓我浓的感觉 这张牌卡有一种像是说 你你你终于知道 爱的另外一种层次是什么 好难形容哦 对 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不好意思 本人的中文造语有点差 这张牌卡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对于爱的这个看法有所提升了 然后你对爱的这个感受也有所 我觉得跳跃的一种感觉 OK 就是你你你你 你在看待爱这件事情 已经不再是 呃 很一般的那种 看法 比如说假设好了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我先随便举例 比如说你觉得 哦 我男朋友如果爱我的话 他应该要来接我上下班 哦 我男朋友爱我的话 他应该早上起床 要打电话问我说 呃 宝贝你起床了没 要不要吃早餐 我买早餐 然后去接你上班 类似像这样 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呃 爱的一种方式 没有错 他的确是 OK 但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一季之后 你对于爱的方式 看法有点不太一样了 例如说 有些时候 我这个好难举例哦 例如说 这次是很考验我了 有点像说 你觉得这个人 可能平常没有对你说出口 他没有说 哦 我爱你 宝贝我去接你 或者是宝贝你要吃什么 宝贝你会不会冷 类似像这样 但你可以从中间去感觉到 你们之间爱的连结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之所以 为什么想提升 原因是因为 你对于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 或者是你想要的目标 你是充满爱的 或者是 他有一个什么爱的原因 在那边引导着你要 去那个方向 所以 等于是你对于爱的这个感受 很升华了 好像变得很高级的一个感觉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变成一种 更灵魂层次的那种提升 所以我很难跟你形容 这个能量场 但是我把这副牌 拿进的时候 我可以去感觉 我可以去理解 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 我告诉你 有些事情就是 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 所以我只能 尽可能去跟你们表达 这样子 OK 所以我觉得 如果假设好了 你们这边呢 可能是在跟一些 人际关系有关的 我觉得 你要用另外一种层次 去看待 这个人际关系 你才可能或许 可以找到 跟这个国王 平起平坐的 那个关键要素 那如果假设你是在做人生重整 或自己灵魂内在重整 或者是外在生活模式 或这些什么投资组合 重整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的重整 不是说是为了 我真的要在后年买三栋房 而是说 我可能热爱这件事情 或我觉得这件事情 能够引导我达到一个 更高的目的 比如说这样 我可以财富自由 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去从事 比如说慈善工作 我可以去当义工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背后的 这个深层的含义 它被升华了 被有所提升 跟加成了 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我尽可能去形容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你们 可能可以去思考看看 因为对于每个人的定义 可能会稍稍有点不同 但我就尽可能去形容给你听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在这一季 你不仅是在 内在智慧的提升之外 我觉得你对于 这个爱的看法 也会有所不一样的角度 或不一样的领悟 OK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海底捞的朋友们 我们就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你好吗 我们就来传一小段讯息 来提供给你们 作为这一季小小的提示 好吗 好 OK 好 海底捞的朋友们 也就是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告诉你 人生有很多东西 是无法强求的 甚至有很多人事物 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当我们不愿意放下 或不愿意向前走的时候 其实真正被囚禁的人 是我们自己 所以当我们看见前方 是一片光明 或充满爱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向前 试着迈进 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散播 更多这种由内而外 并且是无条件的爱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动 或者是让更多的人 能够去触动他们内在 真心想要获得这份爱的 这个灵魂 所以我们觉得 你是一个有能力 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不管你中间需要任何的资源 请你向我们祈求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你的愿望 我们希望你能够起身 能够去为更多人去付出 能够触动更多人的心灵 能够协助更多人的眼睛去看见 原来这世界上 是真的有爱的存在 所以我们希望 你不会因此而停下你的脚步 或者是因为这个挑战 而让你感到有点却步 我们希望你能够提起你的勇气 找到你的内在智慧 我们相信你绝对有能力 去解决这些 所有在前面阻碍你的一切 因为我们相信在未来 你一定会发光发热 并且能够去感受到 宇宙之星的无条件的爱 OK 好 好的 好的 你知道吗 刚刚我刚有点停顿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我在读你的讯息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有一种彩色的这种能量 一直不断的在盘旋 所以这能量一直打进来 一直打进来 一直打进来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这种 一种能量场上面的漩涡 在帮你有所提升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刚在一边读这个讯息的时候 一边读这个能量 你知道我本人很忙 同时要做很多事情 OK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就是这样 我就是读到这个彩色的能量 就是这个彩虹 OK 这个彩虹 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 你好像藤云架雾一样 在这个彩虹之上 所以我刚刚在读你的能量 一边在听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彩色的能量 一直打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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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有点卡住 卡住卡住这样子 你知道吗 OK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刚刚要给你的这个讯息是 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在今年做事方面 你不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有可能你会考虑到更多的 我不能讲说考虑到更多的众生 有点像是好像就是 好像是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 但我不是说你做的事情不伟大 是指 我觉得你开始会考量到 比如说社会层面好了 或者是比如说 要如何去帮助更多人好了 或者比如说 这件事情可以造福更多人好了 而不是说单独只想到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无条件的爱 跟这个爱的升华 要表达的这种含义 OK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去想一想 你的梦想或你的目标 或你要解决这些事情 或你想达成的东西 是不是其实背后 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在推动你 好吧 OK 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要给这个 还比老老的朋友们 这个技能量排卡检读 好深奥啊 好的 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 我在解释什么样的意思 好吧 如果有跟你共振 或有符合你的故事 我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到底懂不懂我在表达什么 好吧 OK 好的 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来追踪我的IG 订阅我的电磁报 那我们也希望下一季再见咯 拜拜